先看看美國最大的銀行摩根大通 表示,在設計用於對沖自有資金風險的交易組合中 虧損了20億美元 消息宣佈後,摩根大通股價在現場交易時段大跌近7% 其他銀行股亦下跌 花旗集團和美國銀行跌了3% 摩根士丹尼和高盛跌2% 虧損20億美元 其實這個數字都是天文數字 其實在美股方面未反映 現場交易時段才看到JP Morgan有個下跌 港股,今天有沒有反映? 其實看到昨天,美股本身都升得好地地 去到收市之前,都見到升幅收窄了 但其實這一方面,仍未反映到JP Morgan這宗消息 反而你見到,美股在收市之後 一出了這個消息 都見到Dow Jones Future 除了導致期貨,都是向下跌了70多點 如果你看看港股方面 本身昨晚在ADR的時段,都有升了20多點 但你見到今天,內地股市沒有跌的情況下 但恒指都要跌了接近200點 都叫做初步反映,就是JP Morgan這宗的負面消息 如果你看看這個消息,其實都叫做挺得人驚 因為你看到JP Morgan 其實去年全年,那個盈利都是大概190億左右 這次是用了短短的六個星期,就輸了20億美金 反映了本身是一個做對沖的行為 又或者整個投資的模特兒裏面 都可能出現一些比較大的失誤 如果你說一個這麼大型的金融機構 是出現這些短短的時間裏面 一個這麼龐大虧損的話 對於美國方面的股市 都一定會有一個利淡的影響在 我相信這一宗的消息 都有機會令到今晚美股方面 就可能會有一個低開的情況 甚至乎如果你說這個消息都還要消化的話 我相信美股的下跌的幅度 都還是有機會擴大 這些新聞對於港股來說 當然是一個挺大的或者挺致命的衝擊 因為本身都看到港股在之前的 一個禮拜左右 其實這個表現一直都不理想 想著昨晚美股都有機會反彈 令到港股可以在今天都有個回升的情況 但是出了這宗消息之後 都令到港股方面都受到拖累 跌了下來 現在你見到恒指去到2萬點這些位置 就叫做勉強是頂一頂 剛才也叫做輕微跌穿過2萬點這些關口 但是如果你說這些位置頂一頂 但是如果反彈力都不夠的話 我覺得穿2萬點的機會都還是有的 今天港股仍然下跌179點 到2047點 其子方面跌82點 低水207點 另外 內地方面 今天三大股市都是上升的 看到內地公佈了 CPI數字符合市場預期 看到增長3.4% 較上個月回落0.2% 符合市場預期 會不會見到對經濟前景 又或者對股市來說 會不會沒什麼驚喜呢 可以跟大家細節地說回CPI裡面的分類指數 因為都見得到 今次的CPI同比上漲就是3.4% 但是橫比方面 對比3月份方面 都有輕微的回落 如果你看回裡面 不同的產品的價格走勢 都見得到 豬肉價格的升幅都明顯是放緩 上年平均每一個月的上升幅度 都有20-30% 但是你看到剛剛出來的數字 豬肉價格安年都只升大概7% 意味著 豬肉價格開始回落 都令到整體的通脹壓力減輕了 但是為什麼你看到CPI 都不能夠落到3%左右 最大原因都是因為看到近來的菜價 都升得非常之厲害 昨天我也查過大陸一些網站 都發覺內地大白菜的價格 如果你說以年度來算 都升了超過五成那麼多 另外那些蔬菜 加上整體的升幅都有2成7 這些數字都反映著 內地農產品的價格 都是很個別發展的 有些是有個輕微的回落 但是如果你看到蔬菜 又或者可能是海產類的產品 其實這類的食品 都是有個明顯的上升 如果你說這一類的食品價格 都不能夠有個明顯回落的話 對於CPI來說 始終都有一個壓力 如果你說中央政府 真的看著通脹數據 來考慮貨幣政策的取向 一旦CPI回落的幅度 沒有預期中那麼大 或者那麼高 對於放鬆銀根的步伐 都會有些影響 這次來說 就算符合市場預期 剛才提到食品價格 就升了7.8% 你剛才提到農產品的價格 就個別發展 有些仍然都處於一個 比較高的水平 其實會不會看到 雖然今次的整體 CPI符合市場預期 但是中央都未必 會那麼快落實一些防水政策 你見到中央近期 所做的所謂的防水行動 都是透過一些比較 溫和的方法去做 包括兩個星期前 做了600多億的易回購 剛剛前幾天又做多200多億的易回購 但是大家都可以想到 始終易回購的力度 或者整體的防水規模 都只是幾百億上落 對比下調一次的 全準率 有三千到四千億的規模 都可以有一個非常大的距離 所以市場上 暫時都未說 將這些所謂的防水措施 那麼快有個很樂觀的情緒 始終如果你說 只有幾百億放出來的話 對於內地的 經濟增長的幫助 都是非常有限的 再加上 見到內地方面 其實近期出來的經濟數據 都不是太理想 昨天公佈的出入口的數字 增長都明顯是低於市場預期 如果你說 暫時都會公佈的工業增加值 又或者固定資產投資 等等這些數據 都是不理想 我相信 其實內地股市 仍然是有機會受壓 因為始終現在都看到 通脹的回落幅度 不算特別大 放水也是有限 再加上經濟數據 都不理想的話 這幾個因素 都可能令到 A股都可能要穿一穿 2400點 4月的PPI跌了0.7% 跌幅大於市場預期 並且首次在創 2009年11月以來的新低 頭4個月的PPI 就跌了0.1% 反映經濟下行的壓力 需要正視 中央兩難的局面 你覺得應該怎樣處理 大家在上年就希望PPI就快點跌 跌得越多就越好 因為通脹壓力就會舒緩 但是當你看到PPI跌到負數 即是負增長的話 意味著現在說內地的工廠 出廠價 都有一個所謂的 俄電的倒退 一來就意味著 未來的經濟都有一個下滑 另外也都擔心 通脹不但會回落 甚至乎可能在個別的範疇裏面 可能出現一些所謂的 通縮的情況 這些擔憂其實都是 挺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說 未來國內都還是沒有 一些很明顯的放水措施的話 對內地股市來講 都會有個壓力在 不過我自己看 比較樂觀一點 因為始終我覺得 中央在調整貨幣政策 或者要平衡經濟增長 和通脹方面 在這麼多年以來 都叫做得挺好的 之前你看到其他新興市場 好像印度 巴西 通脹是超過10%的時候 內地都可以維持到 一個個位數字 以往的經驗都給了我有個信心 所以我相信 如果你說 未來內地的經濟進一步放緩的話 中央放水的力度 應該都有機會加大 謝謝Jason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節回來 仍然都是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見到恒指最新跌183點 去到2044點 期指跌90點 暫時低水210點 國企指數跌109點 去到10180點 稍後回來見 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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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到